2022的卡位战 国民党的布局是不是举棋不定呢 恐怕会失利吗 我们大家都知道 今年是九合一的大选年 但是蓝营的布局 是不是陷入一团混乱当中呢 先来看看的是 桃园因为郑文燦他任期即将届满 换句话说 下一任呢 到底由蓝营和绿营的人来当选 可以说是一个变幻变动的时期 也可以说是蓝营进攻最佳的时机 另外呢还来看是台南 台南呢其实呢可以看到呢 在国民党的部分 有不少的人选都可能会要来出来 想要来代表国民党来选 像是谢龙介 他自己就已经来说 他宣布要想要来竞选台南市的市长 另外呢来看到是呢 外界由传出传言说 党中央属役的凡是陈以信 陈以信会请辞不分区呢 他认为是两者不冲突 但是来看看时事评论员陈东豪 他怎么来分析 他就说其实呢 朱立伦曾经当过桃园县长 对当地的选情应该是最了解 更是台南的女婿 在当地的知名度比较高 也应该要站出来 如果朱立伦不积极处理 可能成为蓝营候选人的包袱 另外呢蔡奇昌则是说呢 只要主席要他们来上战场的话 他们就会团结站到光复台中 因为在台中的部分 也看得出来呢 这个陈云也磨刀霍霍 希望能够来反向进攻 而英系陈明文 广碧林新潮流刘氏芳被点名接任 立法院副院长 我当然最后确定的这个人选还未定 而柯文哲要挑战的是一日的北高 打算要就2022提名人来陪旗 海北市议员呢 这个林孟颖则说 50万补助应该要回收 另外呢来看的是乌冈大王呢 廖万龙则说要挺蓝白河 希望蓝白能够来做一个合作 我当然提到呢这个柯文哲 柯文哲今天被问到 相关等等的问题 这个还有呢另外呢 也有人在说 这个大局为重 是不是歧视陈局 有没有失言等等的 相关的焦点议题 因为呢这次啊 前台北市副发言人呢 黄银是回应呢 要再重重 重要也要好好调查真相 引发了焦糖哥哥 他质疑了 骑士监察院长 陈局的身材 那身为台北市的大厂长 柯文哲 今天被问到相关的问题 说要不要道歉 他要怎么样来回应呢 先带你一起来追踪自己 我觉得这种事情就是 不要无限上干 我都觉得这种 这种是这样 我也知道他们就是要靠这个 也许赚钱或是打知名度 但是通常是这样啦 一个带一个比较好的社会 就是大事化小事 小事化五 我们希望这个社会乐谐一点 你不要一直就小事变大事了 这样无限上干没有必要 就是说你有常常很多事情 我都只能一笑自知就好了 但是有需要这样无限上干 然后当然就是穿着骨灰 你知道吗 我觉得没有必要的 也就我们城市中的名言 大可不必 来关心传出立委 这个傅昆奇历见高金素媒 代表来迎来参选高雄市长 而高金素媒呢 在21号正刚好跟罗志强 来在云林来同台 面对外界说 这罗志强跟高金素媒 都有可能来站高雄吗 其实呢面对网友以欧巴马来比拟 同样是少数族群的高金素媒 他表示有想做事的人 在哪个位置其实都可以的 而且也表示他支持罗志强 另外一方罗志强则是笑悔笑称 高金素媒会是台湾的欧巴马 美国的欧巴马总统呢 是第一个少数族群 当上总统的 那是一个政治史上的指标 对那台湾好像原住民 当上市长的 目前好像还比较少 对不对 那他们想要问高金委员 对你怎么看这个现象这样 我报高金委员回答 高金委员会是原住民当总统 我们台湾的欧巴马 我跟大家报告 真实的我心里面的话 要做事想做事 有能力在哪一个位置都可以做事 如果说不会做事 只想要权力的人 你给他任何一个地方 他都会拿到权力 他都会对民众不好 是 不会对人民正的付出 所以对我来讲 我支持我们的自常 有能力的人 是 赶快 赶快 赶紧力 赶紧力 一定赶紧力 好不好 这样 好 我们来支持他 谢谢我们的委员 好了 这样大家刚刚的最关心的话题呢 我们呢就是把它问出来了 你好厉害 好强哦 人家记者 媒体一直找我都骗询不找 只有我们在问这个问题 对对对 因为我们就是 2022年的县市长选举 将在年底来举行 时事评论员的黄伟汉局分析 他举了台北市议员罗正强 跟台南市议员的谢龙介 作为例子 他指出 国民党现在没有机制 才是最大的问题 而罗正强是不是有可能 会参选桃园市长呢 黄伟汉也分析三个难关 直言其实不容易 想毕竟是台北市议员 你突然跑一跑 又说我现在不是在 叫志强的人 我跟他是好朋友 我们认识那么久 郑彬哥最清楚 俊斌志强那时候 马前总统在选举期间之前 零七年的时候 我们几乎天天获在一块 俊斌完全没有这个意思 其实俊斌他根本一头雾腿 为什么会突然点到我 因为他现在民间企业 已经这么多年 根本就是 不是淡出政坛而已 根本是退出政坛的啦 他根本是完全跟政坛都无关了 那突然被点到 他也觉得一头雾水 所以他说我支持罗志强嘛 对不对 他没有要选 可是有人把他放出来 为什么 朋友我刚刚有没有告诉你 当罗志强他已经表态要选的时候 地方不会直接出来反他 会有很多哩哩哩哩的事情 出来跟大家讲 罗志强不适合 这会很辛苦 所以第一个 党内会不会支持 第二个 他协调或初选 他能不能过关 他真的可以成为桃源市长的参选人吗 第三个就是选民最后会不会投给他 所以他其实有三个难关的 没有那么容易的啦 也未必一定要选啊 他为什么一定要选2022的市长 县长或者是议员呢 他也可以去选之后 有可能出现的立委补选 或者是2024的立委嘛 所以状况很多种啦 政治人物都是贵在于牺牲封建 而不在于抢夺 我要来我就要拿个位置 那我也坦白跟大家讲 谁当国民党的桃源市长参选人 跟台南市长参选人 他都不等于说 他就会变成市长 尤其是台南更难 谢荣介如果最后国民党 真的愿意提他了 我相信因为他在地方 席拜多年 很多人愿意说给他一次机会 可是要选也没有那么容易 其实说实在啦 就看志强自己的决定 还有国民党现在最大的一个问题 我不是说常常要批评国民党 因为跑国民党比较久 就比较会有点了解 其中的一些没搞 你没有一个游戏规则 就很难服众